其实呢这机械停车位出现意外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现在这机械停车位也是越来越普及 分有两层还有三层 而这上下层更有优劣 价格当然也不太一样 像是如果是在地下层的车位呢 长时间在不通风的地方比较潮湿 万一上面的两层错状况 最下面的很容易受了波及 而最上层虽然是移车麻烦 但是相较之下安全许多 但是这个车位呢越上层价格越贵 租金大约差了500块钱 而买卖价金差了20万 山江梯左右上下移动 机械车位增加停车场容量 挑上层还是下层各有优劣 价格也各不相同 跟着住户黄先生来到地下停车场 除了一般地面停车格以外 大多是三层式车位 一组八人联动 住户依不同需求也有不同选择 机械车位我可能会选中层 对中层的话 第一个我不用 我不用让我车子都一直在地下室 那我也不会让我的车子 再向上层的话 就是有可能会撞到天花板之类 我就在平面层 这样比较安全 三层式机械停车 分地下层地面层 还有悬空的最上层 最下层长时间压在地表下 比较潮湿也相对危险 地面上这层车辆 可以直接停入方便又省时 悬空的最上层 虽然停车得等待机械移动 但比较安全 至于两层式机械停车 下层方便但危险 上层则比较安全 价位也是越上层越贵 每层租金约差500元 买卖价金相差约20万 最下面一定是最便宜的 对 因为最上面出事了 它的车不会倒霉 是中层跟下层都倒霉 都会被压到 都会出事 所以人家买机械车位 都喜欢买那种最上面的 比起传统地面停车格 机械停车能有效利用停车场空间 挑车位更是大有学问 不过机械车位就怕遇上故障 还是得定期维修 才能避免发生意外 记者陈嘉明 温散台北曾博德